字幕志愿者 杜茜 歡迎收看花牌之味, 勝隨出街 有我Winsey蘇應之陪伴大家 一起去發掘用Karnation淡奶 所煮出來的真店焦牌菜的美眉餐館 太棒了… 很特別的魚鍋 本店除了魚鍋出名之後 我們還有很多特色小菜 是專門來配合魚鍋的 所以我們分享一下什麼秘訣 令這個湯這麼鮮甜 我們有加了Karnation淡奶 第一, 雪花很白淨 第二, 喝起來很滑 然後減少魚的酥味 變得更加吸引 非常新鮮和鮮甜 今天就要教大家做這個滑拉豆腐了 首先, 四顆雞蛋 打入我們的大碗中 一百毫升的水 少許的鹽和胡椒粉 一罐Karnation淡奶 Karnation淡奶 令豆腐更加光滑 和添加它的奶香味 攪拌光混過後 然後把材料倒進小碗中 記住, 豆腐一定要隔水蒸 效果蒸出豆腐比較滑 然後少一點泡泡在旁邊 好, 我們現在去上碟 非常滑 裝飾的時間 將醬料淋上我們的豆腐了 那就完成了我們的滑拉豆腐了 大家不妨在家裡自己嘗嘗吧